敢问李兄,这马蹄铁是何物? 马蹄铁这玩意可是个好东西啊 马蹄和地面接触,受地面的摩擦,积水的腐蚀,会很快地脱落 一旦马蹄脱落,那再好的马也跑不起来了 对于战马来说,更是如此 战马的损耗,有很大程度都是由于马蹄受损 那如果钉上马掌,不仅保护了马蹄,还使马蹄更坚实地抓牢地面 战马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冲杀起来了 你一会把这马蹄铁交给军械官,让他给所有的战马都装上马蹄铁 李兄,这是何意啊 秦兄,你光着脚能跑多远? 我光着脚顶多只能跑三五里 那如果穿上鞋呢? 若是穿上鞋,那不是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吗? 那如果给马穿上鞋呢? 对啊,这马蹄铁,就是给马穿上鞋 你还不算太笨 这是我发明的火冲设计图,麻烦秦兄一会就让军械官打造出来 本下已经提前试验过了 子物威力惊人,将来攻打突厥,定然少不了 李兄,你可真是我大唐的副将啊 我老秦这辈子能和你做兄弟,简直就是三生有幸 秦兄过誉了,子物也是瞎谋偶然间捣鼓出来的 少爷,您让我查的人,我查到了 真的,快快说嘞 这消息是晓得从金兆府的一个小丽那里打探来的 您是不知道,关于那人的消息被抹得一干二净 好在金兆府那边还有记录 别卖关子了,消息不对,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此人本是个流民被金兆府关进大牢 后应一块玉佩被释放了出来 后来不知道是谁为他买了座宅子 现在就居住在南城的苏家巷 卧槽啊,这经历也太梦幻了吧 一个流民被陛下看上了,真是祖坟爆炸了呀 来人,跟我去南城 载种,你竟敢染指我的女人 这个跟屁虫怎么又跟来了 不知阁下这么贸然的闯入我家,有何贵干 本少做事,何须和你这种角色解释 瞎人,你若是把她赶走 本公主可以答应你任何事情 好啊,我说常乐公主怎么从宫中逃出来了 原来是受了你的蛊惑 长孙充是吧,本瞎劝你立马滚蛋 否则就别怪我了 我可是国公之子,你敢威胁我 今日你若是打我一拳 我会让你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 呵呵,打你怎么了 谁还不是个国公之子呢 长孙充,你混得也太惨了吧 有本事,去找你爹告状 跑到这来狗叫什么 别人怕你,我可不怕 我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 我们走 苏去将府中护卫全部调集过来 子仇不报,本公子势不为人 冲儿,你这是怎么回事 对啊,儿子被人打了 随后长孙充就将刚才的一幕 添油加醋地述说了一番 你去苏家乡了 你可看到那小院的主人了 看到了,要不是秦怀玉那小子过来了 儿子差点就动手了 儿,没有起冲突就好 诶,你放心,我已经在着急府中护卫了 马上就杀过去 丁叫他哭爹喊娘,归地求饶 贵你娘,你个逆子 好好给我在家闭门思过 诶,他不过是陛下的一个义子 我可是陛下的亲外甥啊 逞兄闹事,爹平日里就是这么教你的 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闭门思过三日,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出府门半步 启禀陛下,河东道水灾赈灾事宜已经处理完毕 灾民已安置妥当 嗯,爱卿办得甚是妥当 真甚感欣慰呀 听闻爱卿为了赈灾一时忙得身体不是 来呀,赏赐千年人参三株 令传他一位爱卿诊治 微臣防玄灵 谢陛下龙恩 陛下,此番河东水灾 河东道管理处置得体 甚为辛苦 臣起奏予以此番赈灾管理嘉奖 真有歧视,可朕怎么听说这其中有贪腐的迹象啊 看看吧 臣,臣不知 臣妄言,还请陛下恕罪 朝廷派下去两批暗茶室 皆无功而返 爱卿,力补的风气需要整肃了 罢了,萧小之徒常有 蒙蔽爱卿,非你之过 且来吧 谢陛下 高世连,这些灾民是如何安置 需要再拨付多少钱粮 启禀陛下 灾民大部分愿意留在家乡 只有一些人出走其他道府 据户不估算 安置灾民 还需要不付五万罐 粮食十万十 这么多 现在北征在即 有没有办法削减一些 陛下 不能削减了 户不合散了数日 这已经是最少的了 赈灾 想来是朝廷最头疼的事情 这些灾民需要养活 而且是白白养活 再有钱也抵挡不住几十万人白吃白喝 不知各位爱卿可有办法 臣等愚钝 还请陛下明示 随朕来 这里是长安一道 朕决心将此道拓宽三丈 夯实 用意运送军粮 陛下 此去足有八百里 功成浩大 虚劳役数万 现在户部怕是拨不出这么多钱来 是啊 户部赈灾已经很是吃力了 若抢征劳役 怕是会惹得民怨沸腾 那若是将这些灾民送去修筑一道可行 陛下真乃天人也 如此一来 不仅解决了灾民的安置 还拓宽的一道 此路难解长安 北达朔方城 若是足够宽 那运送军粮就要快上蜀备啊 陛下这个法子 既解决了灾民安置问题 又构建了一条军事要道 不仅如此 还解决了后勤补给 可谓是一剑三调啊 诸位爱情过誉了 此次河东岛官吏阵载有失 山西副太守 晋阳县城 斩一三足